疫情降级到二级警戒 餐厅内用为解封 民众门坏了 迫不及待想内用 也让许多热门餐厅定位已经大爆满 像是想想续集两大人气自助餐 目前遵守防疫规定 除了用隔板分开梅花做 服务人员帮忙夹菜 餐厅内用只能50人 同时也拉开取餐区和用餐区 定位目前已经满到9月底 如果未来内用松绑才可能再定位 不过以现阶段来说 民众真的敢安心内用吗 因为有一些外带到回家就不好吃了 所以像烧烤那种一定要现场吃才好吃 所以解封就是想要去吃日式烧肉 就吃了套餐这样子 可是还是怕怕的 你戴着口罩也就算了 正在吃饭的时候他照样聊 所以吃得有点心惊胆战的 有人闷坏想外食 但有人担心疫情风险 其他餐厅像是汗来海港城 每个餐期室内维持60人 目前8月份假日已经全满 平日则是8成满 如果想内用还有机会 至于其他五星大饭店餐厅 包括像是金华 君月 喜来灯 韩社爱美等同样也很热门 8月底前假日全满 平日也有8成满 尽管现在餐厅收客量只有三成 但对民众来说 能在相隔两个月后享受餐厅内用 也算是疫情下的小确幸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并且开启小铃铛 并且开启小铃铛 明年愿太启小铃铛